哈囉大家好我是迷你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還記得前幾集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人舞月的水月衝 會有非常多衝擊的問題產生 那我相信現在已經過了一半時間 有很多人應該都感受到這些衝擊跟衝突能量了 那當然也有教大家很多化解的方法了 我相信有使用的朋友可能多多撒到有加分了 那很多朋友問說老師有沒有其他方法 能夠更加增強自己的運勢跟能力呢 那當然除了老師所教你的這個什麼補財庫啊 火供等等以外 那當然還是有辦法 這辦法就是人物頭像換字法 何謂人物頭像換字法 就相信有很多朋友應該有聽過這個什麼生命名數啊 身分證換法啊 或者是門牌號碼會去挑這些東西 那這些數字都是能量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現在人最常用的是什麼呢 不管你用的是臉書 或者是微信 或者是任何一個電子訊號 你是不是都有一個頭像 這頭像其實就代表就是你啊 那有非常多的朋友沒有想到說 原來這個頭像是可以跟你產生共振跟能量的 那我們可以使用這種五行八卦的原理 譬如說這個月份需要水 我們就是把自己的背景用成藍色的 來跟自己形成共振 來得到好運 那基本上這東西老師是覺得很科學 怎麼說呢 我相信你身邊很多朋友中 如果他本身是有憂鬱症的 你會發現他頭像可能就用得很灰諧 黑暗 那他如果今天是談戀愛的很開心的 你就會發現他的照片總是放得青春洋溢好幸福喔 那他如果是個成功人次你會發現他的照片 總是會有一些蛛絲馬跡看出來他是成功的 甚至於很多心理學上面有說 譬如說今天這個人手是抱著的 可能他想表示的東西他防備性比較重 收往前可能代表這個人比較有衝動等等的 其實配合起來再加上我們所謂的風水中的龍虎邊等等是可以的 照片中的龍虎邊本身可以搭 相信很多朋友之前有看過老師的視頻後面是沒有佛祖的 那看起來雖然清爽 但是事實上感覺起來是不是少了一個氣勢 那老師本身後面現在後面有佛祖 也就是老師玄武方看起來有靠商 是不是這個畫質畫面中看起來特別的有說服力呢? 那這些東西其實也就是符合我們這些玄學裡面 行家有行有靈的這些原理啦 那老師基本上會使用再加上八字的系統中 比如說我克為時我克為財 克我為官 來幫助你接下來的月份中可以容易得到 比如說要升官發財要賺財要感情等等 找到一個適合大家的頭像 產生共振來幫助大家利用自己的大頭貼來開運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很多人可能說話幹嘛的人都用這大頭貼 就是你要給對方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可能不了解這東西其實真的有差 就像你本身是個業務 你把你大頭貼放了一團黑漆 或是搞得看起來就是很落魄 告訴你你的業績不好 因為它就代表著你 那我們在利用天干地支這些能量來補充你這大頭貼的能量 來幫助你加分 那這一次因為這個東西是我認為是可以幫助到非常多人 所以老師這次在7月12下午2點的時候 準備做個即時課程 線上的喔 這線上課程如果是海外的朋友 基本上就用微信 國內的朋友 基本上我可能會用LINE去做這種模式 那怎麼去參加 以及參加的板子 老師一一會去發布告訴大家 那參加資格以及怎麼參加 那老師先跟大家講 所有的這場這個演講 所謂的這個人事辨別 開運的這些東西 老師是不會做任何的費用的 為什麼 因為我是真心的希望幫助大家去開運 希望大家都能夠賺錢 是希望大家都是美滿的 那至於怎麼參加呢 海外的朋友就加老師這個 這個小幫手的這個微信 那其他的朋友就是加老師臉書 來詢問這些參加資格 只要符合朋友 基本上老師就會去幫你參加 除了你可以直接線上學到老師 即時教學以外 並且當下還可以 把你的頭像直接放上來 老師直接告訴你怎麼樣 會更好來幫你做個講評 譬如說你後面有需要靠山 譬如說你籠邊需要比較高等等 老師來親自跟你做講解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加小幫手 這個微信或是LINE 或是官網之類 因為人數有限 因為一個群組不可能無限的人 可能一百個人 兩百人就極限了 那後面參加報名方法 請大家自己再去詢問小幫手 好嗎 那接下來老師的月份 會去講人舞月 以及鬼位月份 這兩個月份 怎麼樣要注意的東西 以及要開運的方法 希望到時候我們可以線上見 那有喜歡老師這一篇 人像運勢開運法的這一篇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喔 好不好 掰掰